台北市敦化南北路林蔭大道沿線 盖了不少豪宅商辦 总统蔡英文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都在这置产 住户非富极贵 房价也很贵 但这里却有价格凹险区 敦化南路二段上 有一栋老牌的知名住宅 就是这栋屋林近五十年的林肯大厦 最低成交总价在一千五百万元左右 是同路段最亲民的社区之一 一楼是超市 二楼是诊所兼护理之家 机能便利 传出李敖和歌手罗大佑 都曾经是住户 林肯大厦四十八年 身价不减反增 中楼层十三坪户 去年五月以一千五百一十万元成交 另外一间十四坪 则以一千四百五十万元转手 总价清明 不過近五比单价 从九十几万到一百二十八万元 都有 差距大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是因为它地段非常的好 它是属于台北市本来就比较高价的地段 所以尽管它这个务令很高 还是可以拉高它的代价 房价高总价低的小宅当道 加上去年平均家户人口数 再写下新低 每一户才二点五三人 以区域来看 雙北和高雄平均人口最低 也让小宅化趋势延续 对资产有限的购物族来说 无论地段 大小或单价 负担得起的总价才是王道 三菱新闻 徐国宏 李孟山 台北报道